想要贏啊 這個秘密不要讓男生知道 話不話啊 那時候我跟我前男友說 因為你的車沒有安全氣 然後所以要自己去做 做完之後還蠻滿意的 至少我沒有在因為 太小要被開除 開除 什麼工作會在開除啊 這可以講嗎 這事 這事還叫出來 歡迎收看 《長輩我最大》 今天誰最大 耶 大家好 大家好沒有來啊 我們今天討論一下這個 女生長輩的重要性嘛 要女生長輩的真真假假 我們請到我們 長輩借的國師 歡迎我們的呼雷伊拉 簡稱呼啦 呼雷 你姓呼喔 你姓呼 沒有啦我姓何啦 你真的以為他姓呼啊 到底現在男生會不會在意 女友龍爐 女生又可不可以很坦然的 讓另一半知道呢 今天最主要是要來 討論這件事情 裸裸說自己拚小 裸裸如果去龍 你會建議嗎 對嗎 我還是不希望另一半有龍 自體脂肪我就OK 可是我覺得材質已經好真實了 我還是會選自體脂肪 他真正沒有脂肪耶 哈囉 就是如果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龍了的話 那就OK 如果沒有龍的話 我就真的等生小黃之後再龍 我剛剛聽到生小黃之後 等生小黃 我們先從新朋友開始 來這位 他叫感恩 來感恩感恩 首先要先問感恩是做什麼材質呢 珍珠波 珍珠波最新的嗎 我沒聽過 最新的有女王波 再來是珍珠波 然後還有銀波 這大家比較不知道的 銀波 有沒有龜派氣功波 珍珠波是龍毛麵 銀波跟女王波都是光滑 你現在在這邊是施嘉姐的角色喔 是啊 她是國師啊 真的假的偏不良人 對 她做的那個如果是珍珠波的話 代表她是龍毛麵 可是龍毛麵在皮膚裡面 你根本不會感受到 它到底是不是龍毛啊 它的材質作用就用在於 因為有些女生 如果換光滑麵的時候 它龍液跟身體產生排斥 就會有東西叫做夾膜 就有點類似傷口結痂 就會變石頭啦 這什麼叫石頭奶 是不是這關係喔 對 就是 怎麼會硬成這樣像沙包一樣 對 因為它外面長了一層 像是結痂組織的東西 那個叫做夾膜 所以像港恩做的Size 跟現在做完滿意不滿意這樣 我做的Size 是一罩杯 做完之後還滿滿意的啊 至少我沒有在因為 太小了被開除 開除 什麼工作會在開除啊 這可以講啊 就是 這可以講 做荷官 我就說 這不可以嗎 這可以 這可以剪嗎 就因為胸部太小被開除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那間 其實都沒什麼客人 這個貨客來源啊 他就說我們要從 百最小的開始開除 哇 我還講不出來 我還講不出來啊 對 他對跟我講 來來來 小李 我方便問你反而是多少 我原本就是 我原本胸圍是70 A啦 可能A不到 A不到 你說上胸70嗎 中間70 可是你現在這樣看起來 很像是原本是A的耶 那你是A做到多少 A做到應該是D 那因為我的體型 比較瘦 所以我去念一念兩射 兩到F的 那你是不是做完以後又被更瘦 對 因為我想我自己本身皮膚也比較近 對我這奶可能會比較沒有像他一樣 就是那麼自然 我龍腕之後我用整個人 不管穿一款的時候 我出去跟朋友 就是真的我自己造 個人的自私上身的很 那還是要問一下 就是說沒有怕說被男朋友知道 然後會建議是怎樣的奶嗎 你這下什麼想 不會 一定會先問另外一半或喜歡的人意見 另外一半一定是希望你不要 但他們會尊重你 這是最好的 我覺得 很少人在配這個啦 有些男生都會覺得 他不是我就喜歡你這樣 幹嘛要做 就算你是平衣 我也喜歡你啊 但有些男生智慧 我雖然不希望你做 但我尊重你 因為是一件的一定 參與就是這個 真身呢 我就做自然就好啊 我很怕那種 空間一到啄水吸啊 褲褲比較寬啊 啊這個 這個 外巴 怎麼外巴 我覺得是為了 吼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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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想要 吼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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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算家暴嗎 真的 我覺得你是在做胸口氣 只要是為了男生去做 對 要為了自己 千萬不要為了 某一個男生 不要為了 千萬 這超級好的 沒有任何男生吃得你去這樣 你是為了自己 那感恩勒 你不想要贏嘛 這個秘密 不要讓男生知道 話不話啊 那時候我跟我親男友說 因為你的車沒有安全氣 所以他要自己去做 哈哈哈哈 對啊 我覺得好秀 那雷拉一開始沒有想過要隱瞞嗎 一開始有想過要隱瞞 但後來想想覺得說 為什麼要隱瞞 因為中了一天還是會被發現 而且你看 現在大家對於龍褲的開放度 壓力高耶 男生對於龍褲這些事情 你也很開放嗎 對 以前的年代是 龍褲的女生是不敢講的 她都會怕被講夾奶 什麼夾奶細膠 ㄉ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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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女生好像不喜歡 對 以前什麼藝人網紅 做胸部 是沒有人在公開的啦 以前就是 一個說法 我只有戴牙套 她胸部變大還是 我戴牙套 我想提問就是 因為你們現在都很開放 但你們問另外一半 可不可以龍褲的時候 你們心中到底是需要男朋友支持你 還是真的想聽男朋友 想不想要你們做 我想問我為什麼要問 因為大部分說不要做你們 還是會去做啊 她所以不會問啊 對啊 不會問 我會問耶 可是小李跟雷拉是會問的 對啊 我們都有問耶 又回到這個癥結點 就是要不要重做這次 跟當初一樣了 怎麼可能去臨那麼美耶 其實原因是因為我又去生小孩 然後因為我的這個材質 它畢竟不是填充率最飽滿的 它很很自然沒錯 但是因為它不飽滿 所以很容易導致它旁邊 紋路很明顯 就我現在裸體 你是完全可以看到 我甲皮的形狀的 我還問了問他 我還問了很多次 他現在只有回答說 星期六夜晚 在Icon的朋友 準備嗨起來了嗎 哈哈哈哈 我跟他說 可是你看喔 如果我不重做 我現在的胸部就會從這樣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越來越垂 就是 他不是永遠都卡在這邊嗎 我跟你解釋 我一個氣球 原本滿的情況下是一 但是我莫名其妙會把它裝到H 撐到 然後生完小孩之後 欸 它又掉回去了 掉回去 中間是不是就會浪掉 喔 知道嗎 就像女生肚子懷孕 會撐到之後又會 腹皮會變鬆 對 皮就變鬆了 不行 胸部也會這樣 對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下一題 專業提問 到底要怎麼選擇 是要從腋下 還是胸下 還是從 我是從 那你呢 我是從腋下 那雷娜怎麼會選從 因為我想要順便提入 因為我只能充入 那如果不皮乳的話 你會選擇從哪裡 我會想用腋下或是胸下 因為 我發現 其實傷口非常難顧 而且很容易會 有這個疤痕的問題 我做了非常多功課 我就看到 很多人看腋下 他的恢復期都是比較久的人 舉手 舉不起來 對對對 對 你腋下的話 比如你寬無袖的話 你舉手可能就會有免現 但是如果你是胸下的話 你胸部會下垂 那下垂的時候 它就會擋住傷口 所以其實就不免現 但 因為我做完之後 我發現我的皮膚真的比較緊 所以你太挺了 不是吹不下來的 所以我的疤是兩條黑黑的 在我的疤不下來 我提問 那個疤到底有沒有辦法 不見看不到的 可以 你們要看嗎 有耶 我可以摸一下嗎 欸對耶 有耶 我跟你說這個圖 你可以去打那個降疤針 打了之後 你的疤會這樣子敲下去 請問八疤 對於女生來說 他的疤痕算明顯還是不明顯 很明顯啊 我覺得很明顯 我不懂啊 這個問題 那你看我啊 這邊馬賽克 因為我有做體乳 那個叫做甜甜圈體乳 一圈還是只有像下面 一圈耶 我給你看 我給你看 喔 我 你有看到嗎 我懂 我懂 陛下的疤可以看嗎 陛下的疤就是可以看 這裡 我看 喔 等一下 為什麼你的會在這裡啊 他部分都在這裡耶 欸 左邊的 欸那邊的 喔他的比較下面 那邊太明顯了 他的還好耶 這邊不明顯啊 因為右邊的縫得比較外面耶 因為我本來兩邊就不太一樣 喔你說你原本胸部兩邊不一樣大對不對 那我好奇男生自己覺得拿個疤你比較喜歡 哪一個疤你能接受 就比較自然 因為有的男生是還是會在意外型 我都陪我不要那個太硬就好了 外型跟觸感你選哪一個 如果想說這一 我沒選喔 觸感 那所以 你覺得我的觸感很讓不好摸 但你看到這個疤你不會害怕嗎 就在正中間耶 對 看到疤會突然不 那比較妙 因為你說胸上或腋下會擋到啊 可是你這個擋不了喔 必無可必啊 對不對 你知道這是難過的點 就其實我自己是很滿意我當父剛做完那樣子的 真的是因為生完小孩之後 我覺得那種變大變小 加上我都變很瘦 後面都會疊 家體有可能會被揉爆 不會 欸你這個問題還不錯耶 對啊 他以後是有疊過的時間 他會用卡車的東西 喔有撞擊 什麼意思 我跟你說 只有一個可能他會爆掉 就是你拿尖銳物去刺他 我猶在一妹解釋我戳破過一個 是假啊戳破啊 你知道嗎 柔要這樣柔啊 教他這樣 但是跟這個跟你講 所以你幫你控補你的話 因為指甲碰不到你的 碰到你的那個夾子 它會碰到你的胸部 因為你的指甲就是尖到刺激你的皮膚 在刺激你的夾子 所以它不能太可憐 那跟犬夜插在一起 啊 如果我可以選擇女生會選 自體脂肪還是義物甜蟲 問我我一律都建議直接放夾子 因為 因為自體脂肪是 你真的要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脂肪 因為你真的要嚮往很大的嘛 而且脂肪會幹話 有幹話可能 做的自然最重要嘛 你不要後悔最重要